沈官长大人 阿兰惹失踪了 你不感到奇怪吗 我还能如何 难道还能怪罪军后的决定 导致被人劫狱吗 你 我告诉你沈业 阿兰惹之事 我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这封信 你看了有几十遍了 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从自己上来看 完全不认识 从内容上来看 倒是个知情人 我觉得 这应该是沈业 沈业不是这个自己 他如此恨我 怎会想着要救我 我想要下山一趟 我刚刚费尽心力 把你救出来 你又忙不迭地 去自投落网 山下有什么人 值得你惦念吗 你从前常说 浮世浮生不过一场体验 我觉得甚有道理 体验得多了 便是寿命长 体验得少了 便是寿命短 我这段人生 看似很短 实则很长 我近日才算是顿悟了 你方才问我 还有谁是我惦念的 也只剩我的王兄 香礼鹤了 他向来待我不错 或许这封信 也是他派人送来的 香礼鹤 已经接了率印 前往前线 和叶萧族对战 王兄他身心良善 想必此次与叶萧族一战 绝非是偶然 定是军后的计策 易于要借到杀人 将王兄除掉 可是王兄 他从来不是御敌良将 此次一旦上战场 定然不会活着回来 即便香礼鹤待你很好 但这是他的命数 你还能拟天改命不成 你晓得我的心子 便该料到我 定不会弃他于不顾 我前去战场 替我王兄上阵 你放心 我心命得很 自慧权衡 我这一生 待我好的人 实不算太多 你和莫师傅 也不会像我王兄 这样倒霉 无需我冒险相救 是啊 你的脾气我很清楚 纵然劝你也是枉然 那我要问你一句 若是你此行回不来呢 如果不能活着回来 那我便是以王兄之名 战死在战场 这也总好过军后 逼我自杀 要来得更有意义一些吧 届时 还要劳烦你将王兄 改名换献 送往安全之地 让他过寻常的日子吧 还有一事 我曾给沈夜写过二十封信 劳烦你将他要回来吧 那些写在信里的真心实意 现在想想 实在有些可笑 好 你的这些托付 我都记在信里 但愿用不着我做这些 你什么时候下山 和风 日影 让我再偷得个扶生半日闲吧 王兄 阿兰惹 沈官 你们怎么回来这儿 王兄 我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告 王媚请讲 夫君之死与我毫无关系 是军后涉及下海我 此次我族和夜宵族大战 也是他为了铲除你而设的诡计 你说什么 这次的大战 是魔后的诡计 正是 军后为了让菊诺夺下王位 势必要铲除你我还有长帝三人 王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要救你出去的 不 我不相信 王媚 即便是真的 我也不可能离开 无论这一次大战 起因是何 明日 我都将领兵出战 我必须护比翼鸟一族的平安 王兄 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万不可再如此固执下去了 来人 来人 今次 王兄就托付于你了 你的心愿 我一定帮你达成 多多保重 切记 一切小心 他 加油 兵军后 前方战况十分惨烈 加击军令一个接一个 请军后立即派兵支援 军后 知道了 退下吧 古兵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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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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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